因為疫情嚴重,TVB決定停辦今年的香港小姐 沒有新港姐看,就唯有回顧一下十大歷屆港姐之序 77年,19歲的朱玲玲獲得冠軍以及最上鏡小姐 她高貴的氣質令人印象深刻,被譽為最美麗的港姐 79年,鍾楚紅雖然第四名 但她之後投身影壇成為一線女星 她主演的《秋天的童話》更加成為經典 81年,26歲的羅佩茲本來獲得冠軍 但她被揭發虛報年齡,報誓4歲而失去冠軍資格 83年的張曼玲獲得亞軍和最上鏡小姐 之後更創下金像獎五度豐厚的紀錄 還先後憑遠凌玉和Clean分別獲封柏林影后和康城影后 87年,楊寶玲獲得冠軍和國際親善小姐的名譽 她之後還在世界小姐競選 獲得亞洲皇后獎項 又在環球小姐競選中獲得第五名 87年,邱淑貞被指她下巴曾經整過容 後來抵受不住壓力退選 之後她進軍影壇成為一代性感女神 郭埃明在1991年參選 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機械工程學的碩士 1993年只有17歲的麥芳橋 留出她15歲的裸照 轟動全港最後要向法庭申請禁令才阻止到裸照再被刊登 01年冠軍楊思琦 還同時奪得最上鏡小姐 網上最奪目小姐 簽體美太獎等六個獎項 成為香港小姐史上獲獎最多的冠軍佳麗 2012年,朱千雪在全民投票中獲得頭三名 原本冠軍在望 不過因為TVB壞伺服器 所以令朱千雪變成貴軍 她亦被封為民選港姐 打開香港01APP 立刻按下方 01TV按鈕 再按上方 娛樂街 所有娛樂話題湧出來 最熱最爆 抹盡娛樂圈所有消息 天天有片看